今天我們想各位去拜訪歌店老闆 讓老闆告訴我們一些歌店裡的秘辛 接下來這幾家歌店我們要問他們的老闆 讓老闆來告訴我們 新手賽哥跟老手賽哥 在歌店裡面的消費習慣是有所不同 來去 新手賽哥跟老闆說 你這幾年了 幾年了 幾年了 40年 40年喔 你在40年以來 你看看 剛才要養的人都買什麼東西 養很多人都買什麼東西 有的是 在原則上有的都用過的東西就是 就這樣用 不太會變動 不太會變動 用後賺錢 他就算說就這樣用 那不賺錢 這幾年了 我就沒用了 喔喔喔 就這樣 對 正確 那是教育來這裡 你都經常說什麼 如果我們這裡有爆炸 就再吃很多 吃很多 這是重點 這位吃吃很多 這樣吃 對不對 對 那有的 有的 有的算是說 很厲害去看人的 怎樣怎樣吃 對 那但是有的 沒有實在意就沒有去看 喔喔 有的 對 對啊 有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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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十三年了 十三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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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也很久了 這十三年了 你看那個教育 新市的跟市長很久了 他們買 他們買產品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 新市的跟 有市的 老室 你市買東西 很簡單 他來他指定 對 不願意的人 他幫你問 對 問 你給他推薦看他接受 如果不接受 我們就是要跟他介紹 對 而且是小朋友 對 他來完全不接受 他問你不回答 喔 他問你不回答 對 他問他怎麼回答 有的 有的 他來的時候 他來的時候 我市長要買什麼東西 用具 他們知道怎麼用 像要用你南九龍的東西 他每次都給你帶 對 對 他用什麼時候 用什麼東西 他會使用 你如果完全不利用的人 你跟他說 他就是半信半疑 對 所以說你就要去斟酌 這個人 我們跟他說 他會接受 他不會接受 新所來都買什麼東西 比較多 新所來 大部分都問說 這嬌子要怎麼刺 你要怎麼用 或是要怎麼用補品 你像我們嬌子 我們嬌子 我們嬌子就一頭 對 你就 曹東寶 小孩就開始要管 開始要刺 就要用 對 再來就是 易孝菌就是說 現在小孩出來了 你要把它補回來 對 用粉的也有 粉的就是叫飼料 補充 對 你放在那裡 對 你就 不要跟我們問 他說會聽 我們怎麼說 如果不聽就別說了 那如果養很久的人 來這裡都還買什麼 養很久的人 像他說 他用到一個天堂 他用我們南九龍的佑哥 清廚 也是有種用整塊比較好吃 對 像說有一個人新入門的 你就是要叫他簡單吃 對 佑哥先吃吃到 如果說 控宿年到現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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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現在店來 哪一排 哪一排的擺住 不會比較好 哪一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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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京平 這裡北京平也是少 沒有擠 是有啦 你們店的 內九龍的也少有啦 那又要比那一排 那要不用六個 叫的是這樣 有怕要買這些 那種北京平 要讓你養一養 看看 他吃養到少 對 不然養到一塊好 老闆你好 你好 那個 你這家歌店 經營多久了 大概經營的是幾年吧 然後我最近是街文化事業 我也經營的快舞左右 哇 這樣也不錯耶 有在賽嗎 最近 比較少 但是偶爾是會的 那有贏過嗎 小一點點 哇 不錯耶不錯耶 老闆 那你這幾年啊 你把你歌店消費的歌友 你看他們新手跟老手的消費習慣差別 是哪 新手啊 他們喔 我覺得他們都隨便亂買 他們不知道他們歌手要怎麼 所以隨便亂買 然後 他們都會買相同功能的產品 然後對他們的牌子 其實這樣就給他費錢 對不對 如果 可以多行物我們定價這樣 對不對 那 老手 他們的消費習慣有什麼不一樣 老手的話 他們都自己 一套 配套措施了 嗯 嗯 像從 補給嘛 然後配對 然後換女這樣 對 他們其實都知道自己要買什麼 嗯 就可能買一整套來的 對 一整套來的 啊 那你這邊 你有什麼建議想要給新手的嗎 新手的話 嗯 其實會多上網牌一些資料 不然問一些老手 對 不然問店家也可以 嗯 像我覺得你們公司的網站其實做得錯 可以多爬文啊 問一下客戶這樣 喔 謝謝指教謝謝 不會不會不會 老手你還有什麼建議啊 給老手 老手很建議喔 老手其實沒什麼好建議 因為他們都 都很厲害 對不對 另一個病例還多這樣 沒有什麼好建議的 嗯 不應該建議我才對 謝謝你 記得要給這家老闆多一點建議 老闆謝謝你 老闆謝謝唷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 大哥請問你使用過最好的賽哥產品是什麼 耐祥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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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好用 用的都說讚 我有很多時間 我喜歡吃的 很多人 都更好 穩定 延伸 的 有質疑